嘎那电影节举行到今年已经是第67届了 作为一个年过半百的老牌影展 嘎那电影节在竞争激烈的现代影坛依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金宗吕依旧是各国影人倍加期待的荣誉 我们在今天出版的新闻晨报上就注意到 看看今年的参赛影片 2014年无疑是一个十足的嘎那大师年 但是遗憾的是我们中国导演 虽然说是电影节老主席雅各布的好朋友 但是却没有一部影片获得竞赛资格 好在执掌金宗吕的评委名单当中 有唯一的中国代表贾章科 另外老主席雅各布今年之后也将会退休了 每年5月法国美丽的海滨城市嘎那 都会成为全球影人聚会的胜地 也成为各国媒体追踪的焦点 今年在嘎那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变形金刚舞 敢死对三等电影海报 全球电影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嘎那偏爱老朋友 也就是说 嘎那电影节喜欢选择 有过嘎那经历的电影人参加金宗旅奖的角逐 今年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影片 这样的特点依然存在 且大有登峰造极之事 据电影节组委会此前公布的数据 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报名影片近1800部 最终18部影片入围主竞赛单元 其中15部作品的导演都曾有过嘎那经历 另外本届电影节还是电影节主席 吉尔雅各布的告别时刻 从1978年开始 吉尔雅各布已经执掌电影节超过35个年头 本届电影节过后 记者出身的法国运和家电视前总裁 皮尔尔·莱斯曲尔 将接替雅各布出任嘎那电影节主席 而今年的评委会主席 有曾指导钢琴课获得金宗旅大奖的 新西兰女导演简·坎皮恩担任 其他评委包括美国男演员威廉·达弗 丹麦男导演尼古拉斯·温丁·雷芬 伊朗女演员莱拉·哈塔尼 中国导演贾张科 韩国女演员全杜妍 法国女演员卡罗勒·布凯等8人